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从事在生性疗法已经将近二十多年 那包含说方向疗法 孕妇的疗程 还有阿育肺陀医学 那还有各种的心灵课程 那所以在这个教学工作上 后来发现有一套的一个礼路 所以我把它变成是一个整合的一个方式 那也办理很多的一些音乐艺术的进行 大概是这样 所以一开始有提到你个人的实证 你要不要先把你个人经历讲一下 后来怎么接触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在金融界工作 然后我发现就是自己压力很大 变成内分泌失调 那所以我后来就是直接转成方向疗法的一个学习 那我的音缘蛮特别的 就是很早期嘛 那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比较没有人在探讨这个部分 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音缘 就是跟了很多的外国老师 那后来我发现这些不管肢体疗法还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音缘 那包含说我爸爸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中风了 那所以在照顾他的这个过程里 我发现有些吸药可能没有办法 去协助他各方面身体 比较回归到稍微平衡的状态 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琢磨跟兴趣 对那为了帮助自己的家人也帮助自己 所以后来就是又接触了这所谓的印度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医学的一个原理 那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些有一些很不谋而合的一个部分 那还有就是人的心灵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所以后来也探索了许多不管是灵气的治疗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心灵的一个疗愈 对所以就把它整合在一套的一个脉络跟呼吸的静心 还有就是这些动态的舞蹈这些都是 从接触到现在几年的时间了 23年了 对一转眼 所以他可以称得上一套科学吗 可以算是 对因为印度的阿玉菲陀 其实在Discovery都有播报过非常多年 那像现在疫情的一个时代 所以很多人想要反普鬼陈 然后想要看到到底是什么样 让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 还有各方面的一个身心灵都能够比较平衡 比较和谐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回过头来发现 这个阿玉菲陀其实是有他的一个原理 那包含说他也影响了很多的像西方的一些医学的一些概念 他都他有所谓的小宇宙 就是阿玉菲陀这个地水火风空 一般中国是这样讲 那他不是他是颠倒过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从空风火水土这样的概念 我们先来讲他的理论基础好不好 好 关于他这个阿玉菲陀 他是怎么样从印度演变到 现在好像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探讨这样的一个医疗的科学 对因为他其实有5000年的历史 那早期的话可能是用口饵的一个相传的一个方式 然后来被记载在废陀经里面 那有些人对废陀经可能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宗教 但他其实不是 那他大概有分成四册 那其中的关于草药的这些运用 是在收入在那个阿塔尔巴塔这个废陀经里面 他是最晚出现 但是他包含了包含我们可能中国有些概念 风水概念要种植某些植物植栽 会帮助我们风水的一个运行 那在这个这一侧里面 他也有集结到这个部分 那同时也包含说草药的运用种类 他还有包含 他在那个年代 其实他已经有八个不同的科别 包含内科耳科外科 还有些头颈部 还有异物要怎么如何取出啊 这些他都已经涵盖在这个里面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部分 那加上他为什么叫阿玉废陀 其实他是从梵文的这个阿尤尔维达来的 他可以拆解成两个字 阿尤尔 A-Y-U-R 这个就是指的就是生命的意思 生活的意思 那维达指的就是科学 或是所谓的智慧 所以一般又称为叫做生命的科学 是这样子的一个演变 他跟我们中医有什么相似处吗 中医其实也在讲阴阳的调和 那他也就是相生相克的一个部分 那阿玉废陀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包含他的刚刚讲的空风火水土 他每一个他如果你的火太旺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水来调和 才不会让身体可能有很多发炎发烧这些反应 或是疼痛的反应 所以他每一个还有包含你的饮食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些变化 这些都是跟我们在讲的中医概念 有一点类同 那他有提到这类的大宇宙跟小宇宙 那大宇宙就是刚刚讲的空风火水土吗 对 比方说像一般我们也许会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那不外乎就是 那常有人听到小宇宙不知道他是什么 其实他就跟我们大自然万物是连接着的 比方说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骨骼是属于土 就只要固状的 然后比较缜密的这种骨骼指甲头发 这些都属于土的能量 那如果是火的能量 可能包含你的新陈代谢 你的一些交换的一些状态 这些分泌物的这种系统 都是属于火的能量 那再来就是如果是风的能量包含什么 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孔道 鼻腔还有肺泡这些都属于空 我们需要有多一点的空间 那很多像现在很多有洗肾的病人 或者说有胆结石 肾结石这些居高不下的这种 逐年代增加的一些案例 有可能是你的孔道不够清澈 这些都是跟我们空的元素 那风的元素可能包含你的血液的流动 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风的元素 还有你大脑的思维层次 为什么有些人听到一句话 他会认为是正向的 有些人会觉得是比较扭曲成 负向的一个感觉 这有可能是你的思维层次不够的流动 这也属于风的能量 所以它都有对应我们身体的组织就对 对对对 那我们怎么察觉跟条理 察觉跟条理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自我的一个观察 比方说如果我们多一点认识阿育菲陀这五个元素的话 它其实会形成 它的配比会形成不同的一个直性 直性指的就是说可能身形的一个状态不一样 所以一般称呼叫三进 三进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所谓的Dosha 它本身可能比方说你是空跟风结合 你可能形成所谓的Vata Vata就是它的身形是比较纤细 比较瘦长 那也比较白皙 那因为它风的能量很充足 所以它的思绪是很敏捷的 我们一个团体里面也需要这样的人 但是风的能量的人就容易焦虑 那你可能就要在饮食上 你可能可以多吃一点跟就是水一体的东西 或者说比较是属于土 比较可以坚强你的扎根的一个力量 你就不容易紧张起来 对这个是属于Vata 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Pita 很多亚洲地区人大部分都是Pita 就像我们这样骨架很中等 比较粗壮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皮肤稍微比较有黑 这些都是属于火的能量比较多 那这个状态的话 它可能呈现了你的行为模式 可能就是比较愿意改变 因为火就是可以把一些 从一些东西把它转成另外一个东西 有一个直性的一个改变 那所以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你可能消化系统会比较火弱 所以从这个来做一个 就是等于是观察 那再来就是它的新陈代谢能力 火呢也是有一个方向性 所以当你是Pita型的人 如果但是你又容易焦虑 有可能你是Pita变成是Vata 就等于风的能量太多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Kava Kava型的人 它本身就是土跟水特别旺盛 那这种人他通常就是什么东西都圆圆 眼睛圆圆嘴巴圆圆 然后脸也是长相 就是婴儿一样圆圆的水水的 然后骨架跟它的所谓的一个组织的长相也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人他比较喜欢在安全感里面 他肯定要他改变就会比较困难 那相对这样的人 如果一直长期都是Kava 他就会变没有行动力 所以你可以在饮食上 你可能多吃些比较干比较硬的东西 它这种是属于风的能量 就会让自己比较有一个迅速的一个感觉 这样好像跟我们这个中国面相讲的 金木水火土星的这些人 有点相似是吧 对对对没错 那所以你会对应到你的先天的直性的一个 就是所谓先天遗传的这种身体的一个状态 也会不一样 刚讲的是外观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还有提到 所谓的内在小宇宙的一些什么 阿易沸陀排毒法 对 排毒是一定需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去想 我们现在饮食习惯已经不是像以前 我们有很多 我们多元化的一个状态 又比较精致 那所以在这当中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吃所谓的原型植物 对 都是加工 对 然后包含说我们土壤可能有很多的酸化 对 所以这些都会已经有一些毒素在我们饮食上面 就会一直日积月累 加上说可能现在外食组很多 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忙 像很多上班族可能中午休只有一个小时 那可能中间又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行程 那可能压缩了你原本的吃饭时间 那我们就会活人吞早 或是说这样会让你 你其实吃东西只是在满足你自己的心理需求 但他不是真的有把能量跟营养吃进去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能还在想其他的事情 不专心 对 那时候你的火元素并没有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午休过后我特别想睡觉 有时候是你的饮食不当 那有时候是因为你的这些压力去 那所以我们这些孔道之间 他并没有真正的在流通 所以我们细胞 我们看我们不管细胞的内培层外培层都有很多的孔道 细胞膜也需要很多的通道 那他才能够把氧气跟营养送进去 那你的这些细胞也会自然的更新嘛 28天到35天会更新 对 那他更新之后他代谢这些物质也要排出来啊 可是如果我们的孔道是长期 因为这些压力群阻塞的时候 那我们的身体状态就会越来越受阻 那所以我们排毒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排毒是不是有指所谓的食指的排毒是用吃的 或者是心灵上的排毒 对 我们如果食指上 因为我们其实人体就是有五大的一个能量系统 包含是遗传的能量 还有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饮食的能量 呼吸的能量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免疫跟我们磁场能量 可是只有哪两个是可以 我们自己来调控呢 就只有饮食跟呼吸 是 对 那呼吸我们觉得很天经地义 我从出生到现在 我24小时离不开呼吸 我们都以为他 就是一直有在吸气的这个动作 可是我们常常其实没有真的把气 就是吸入我们真正的下单天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其实由于我们在紧张 我们在赶车的时候 赶行程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用上飞呼吸 那这样子就会让你的肌肉层 其实是长期紧绷的 对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他可以调控的一个部分 是指没有深层的呼吸吗 对 没有深层 还有我们也可以做 运用一些特定的呼吸法 在阿玉肺陀里面 像南印度他们是大大小小的诊所 大部分都阿玉肺陀的医生 那他们在做 不管在做 他会从你的新陈代谢的产物 比方他会看你的舌台 有点像中狱一样 那他也会看你分泌物的一个状态 然后会有很多的问诊 那这时候还有从你外观的提表 可以看到你可能是动脉循环受阻 还是你是有过去的某些创伤 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他就会给你调配不同的 比方说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饮食必须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你可能要多吃什么 少吃什么 还有就是说 我可能要做某些特定的呼吸法 来帮助我启动我们的领巴循环 或是你的动静脉循环 所以从呼吸又会延伸到 肢体的延伸以及所谓的按摩 对对对对 因为他有很多按摩的动作 大部分都有一些摩擦的一个反应 其实都是在干嘛呢 就是要加速我们的火的一个能量 能够充足旺盛起来 被启动起来 这时候他才比较快速可以带动我们身体的一个循环机制 对 然后进行所谓的排毒 那饮食的排毒就要观察看个人状态不同 对不对 对对对 就很难这个 也不用一定是观察 有一个大类 就是像一般人早餐可能就是吃的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就是吃比较多 属于卡法性的 可是早上 其实我们的一天的周期也离不开阿语废图 也在我们的空风活水土里面 就像我们中医有不同的时程 你在走不同的经脉一样 对 对 那我们早上其实是交感神经要很旺盛的时候 那也就是风的能量要必须要能够活络起来 比重要多 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的思绪才会更清楚 因为这时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 对 到了晚上我们才开始是属于卡法性 因为副脚感神经在运作 就要休息了 可是常常我们早上是吃比较湿的 然后比较沉重的这种 比方粥阿 还有就是所谓的烧饼油条阿 或是油炸的 那种汉堡类这种东西 那这时候我们比较少缺乏的是 干干的硬硬的 像坚果类的这种 你并不是你不能吃这些 比方我们吐司 我可以烤过 它就属于比较干的 这时候可以让我们增加我们的风元素 让我们在早上开会的时候 就会特别有精神 对 所以是指五股杂粮这些吗 五股杂粮的话 如果是馒头它属于卡法 你还是比较建议是放在 晚一点再吃 那粥也是一样 它也就可以放在晚上的时候 对 好那这本书呢 其实从早期的原理 一直到后来很多动作的具体操作 所以这本书也是针对一些初学者 可以自己在家自询吗 对我们蛮多 因为其实这本书也上了畅销牌行榜 不管在金石堂 就是一直残联在第一名 很多天 然后伯克莱也是在第八名 那有发现很多 其实只是一般的上班 并不是完全是生性领域 或是健康产业的 他们就发现很实用 因为会被定义为叫实证医学 除了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认可之外 它同时就是也有很多的一些临床的一个 不管教学还是在临床 因为做很多的个案跟教学工作 所以把它整合成一套系统的礼物 让大家有一些脉络 一来是可以理解这个 它的一个原理的架构 那二来它又同时有一些实作的方法 比方我呼吸的技巧 在里面都有一些步骤 还有如何透过律动 来去帮助我们所谓的七个脉轮 都能够比较畅通 因为刚刚讲到毒素 这些毒素都会影响到所谓的三脉 还有就我们的七脉也会 对 好那还有个章节是讲到冥想静心的 这个排毒 它也是算是排毒的一种吗 对对对 因为冥想静心有一种方式 它也是针对我们的脉轮 脉轮的话它能够 刚刚讲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脉轮 其实有它的毒供 那我们左脉呢 就代表是我们左边的脉轮 右脉就是属于右边的脉轮 那中脉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讲 沿着脊椎上来 这些都会 因为脊椎有二十六节 那周围有三十一对的神经 它会传导到我们各个器官 那我们不同的脉轮 它对应的器官跟脏腹也不同 所以当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冥想的方式 比方我们可以做跟镜子做静心 跟烛光做静心 甚至可以在大紫的篮面 跟山来做静心 还有包含有一些是叫脉轮静心 直接是在进化我们的脉轮 它也会在静心的过程里面 发出不同的震动的音频 这些音频都能够对应到我们的一个 等于是产生一些鸣动 会对应到我们的各个的一个组织去 所以这时候就会唤醒我们身体的一些 循环跟免疫的机制 它可以自己操作 还是需要一些引导或者是音乐 其实有时候你不需要特别的引导 有时候你只是花了三分钟五分钟 甚至十分钟 你就是可以跟着书上面的一些过程 然后就可以进行了 那有时候它在进行的过程 你会发现你的感官是被打开的 对就是它感官 因为很多人在常常就是在压力的一个机制下 它可能五个感官是封闭的 我们听我们没有真的沉淀听进去 像有些人他可能因为感官打开 他会发现 我每天都走这条路 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 这边原来有一家 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感官 终于被呛通了 你就开始变得好像你在 真正所谓的真正在生活 你变得在生活里面变得很立体很鲜明 对 比较明显的历史好像是 如果说像眼盲的人 他的耳朵的感官就会更敏锐 就会被打开就对 对对对 类似这样 或者说你的可能嗅觉 你也被打开了 以前可能被很多加工物 或者说自己的一些 因为常常就是 刚刚讲没有在呼吸 所以当你的氧气氧量 就是进到体内的时候 你的声音 你的内在的声音会打开 还有就是你的觉察力 也会变得比较敏锐 对那你也比较容易放松下来 所以冥想静坐跟我们的这个习惯听到的打坐 有类似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因为有些人你看打坐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脑袋思绪还是一直在继续的 没有办法停 可是在这个冥想静心里面 也许他可以更多的觉察到自己的内在发生什么 比方我怎么在这个时候没办法安静 比方我在跟静子进行的时候 可能我会看到另外一个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状态 他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接纳 或是会发现原来生命中有许多的主观的评断 影响到我们在关系里面的一些状态 所以这些也是一种很好的觉察 所以他是运用不同的方式 这个很适合那种没办法自己安静下来 就是直接面对这样静静的坐着的人 有些人坐着他可能就会睡着 或是说他可能思绪就会觉得很无聊 那这些都有一些方法能够来帮他们 刚刚还有讲到所谓的人体的小宇宙 有所谓的脉轮这个能量 所以他是一个具体的位置吗 还是他只是个概略而已 他其实有一些具体的范畴 像如果举例来说海底轮 我们都是从 他其实又跟我们彩虹的颜色有相关 海底轮他是红色的 他也掌管很多跟身体很多激活的能量有关 那他为什么叫海底 他就是跟我们的髋关节 臀部以下到我们的腿部 他连结是我们所谓大地的能量 你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树干 那你树干是不是需要有树根 那他可以 如果海底轮比较发达的人 他在生命中比较多支持感 像现在有一些国家有战争 这就是有生存的恐惧 所以海底轮也储藏在跟我们生存的记忆有关 所以他也跟我们肾脏 肾脏以中医来讲叫做肾主孔 他也跟恐惧的能量有关 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中常会觉得 有经验很多的变动 像战争就是 或是说像家庭有些客体 或是关系里面有一些疏离 这也会让你觉得生命没有支持感 那他就是在我们的会音部 就是两骨的这个中间交界的地方 那再来齐轮的话 他大部分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殖 一直到我们的肚脊的下方这一段 这也跟我们的创造力是有相关的 如果他也跟我们水的元素有关 所以如果说你的齐轮能量是比较 所谓生殖能量是比较发达的 你在生活中会因应各种变化 你比较能够流动 那同时他也掌管是我们的生殖面量系统 然后就是所谓的一个创造力的来源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妈妈肚子子供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在水里面生活 对 那他也是流动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会影响到的部分 那再来第三脉轮 他又被称为叫胃轮 就在我们肚脊一直到我们横隔膜这一段 那这边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个人力量的一个部分 个人力量能不能够稳定 然后做自己的道路走自己的方向 像现在很多学生他可能在转 转他要找哪一个科系的时候 如果他自己个人力量不够 他可能明明是这个兴趣 他可能会听从父母的声音 或是社会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产业来做 但他可能就梳理了自己的性向了 对 这个就个人力量 他也跟我们消化器官 胃脏胰脏这些都有关 那心轮的话他掌管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胸腔的一个部分 那胸腔的话就跟我们的爱的课题 爱跟接纳包容这些都相关 还有有些人他可能有情感的课题 也会影响到心轮 刚刚讲了 气轮会影响到我们心轮 我有蛮多乳癌的一些案例 他们在回归到他们 在去回溯他们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发生 大部分都有一些家庭的关系 或是伴侣的关系的课题 就比较容易有 因为等于是跟情感会有一些障碍嘛 那就比较容易引发这方面的失衡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血压的人 也是有可能是心轮受阻 对 那再来喉轮的话 是在我们的这个颈部的地方 他也跟我们生命的一个表达沟通 还有就是跟我们的 有些人甲状腺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 那这些都是对应到的一些器官 那他还有包含我们能不能够开展自己所谓的灵魂的道路 天赋啊 像我自己就可能就对这个特别有兴趣 所以他要慢慢的 认识自己之后 你就会走上自己这样子一个道路 对 那再来眉心轮跟我们的直觉力有关 他在我们两眉之间 对 然后再来就是定轮 定轮跟我们所谓的所谓的高我啊 或是说更高的一个力量 能够跟所谓的天人合一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他是相关的 对 那他也跟我们大脑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有关 嗯 好 学了理论学了操作 最后呢 这本书有带入很多真人的实证 对 这个都是你过去接触过的一些学员嘛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我还曾经组过生性之旅 就是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我们有去过布丹 去过马来西亚 去过很多的地方 旅行团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对对 那我们可能会结合当地的旅行社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旅游业嘛 那我们没有这样的证照 我们会结合旅行社 有一些安全的考量 对 那但是我们会去挑选某一些适合的场域 来进行所谓的生性的疗法 比方刚刚讲的呼吸进行这些都是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动态的活动 然后我们会在旅游当中同时又关照自己 又打开你自己的身体的气脉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有趣 因为让旅行多了一点不一样的意义 然后也同时帮助自己唤醒更多的健康 这样的一个旅程个人比较好 还是说两人关系一起去也可以 都没有关系 个人也OK 你跟团体不认识都没有关系 对那也有像我自己在做一些个案 有些甚至我直接把个案带到户外 类似生性之旅 只是可能时间没有那么长 那在台湾也可以进行 在其他地方也都可以进行 有没有需要两个人去修补关系 然后适合参加这样的 有有有 其实我们蛮多这样子的学员 那有时候他们适合分开走所谓的过程 内在的过程 那有些适合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集体有集体的共振的能量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在集体当中 你也同时在关照自己 还有别人的发生 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在看自己 对所以在团体的疗愈的一个疗法当中 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过程 那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部分 所以是看因应不同的案例 然后我们可能会选择导应的方式不一样 要看实际的状态就对 对对对 老师要不要举个例子来讲 跟我们稍微做一个介绍 在后面特别收入这部分 好我举个例子最近的好了 最近刚好有一些是有 刚好自己本身有精神观能症 有些是忧郁 有些是恐慌 那他们可能被家人引荐过来 然后有的是被朋友 那像有人他可能 因为你在去导 他可能已经吃了很多的药 但是他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组织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精神的状态比较好 有的是不够专注 那有的是可能影响到了睡眠 那那时候只是简单的带了 在书中有所谓的左右脉鼻孔交替法 这个是一个很入门 因为它可以启动我们的所谓的左脉跟右脉 因为我们大概 鼻孔大概1.5到2.5小时 就会左边右边会交换做一次 那我们以为我们同时其实没有 你可以去测试 就是用你的这个就是手持这样横的 那你去看你吐气 哪边比较明显 就代表现在这一脉比较发达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在因为其实左脉呢 它会影响到右脑 右脉会影响到左脑 那一个是理性面 一个是情绪面 都不一样 那一个影响的是身体的一个层面 一个是影响心理的层面 那让我们透过这样的呼吸法 他发现他自己的状态比较容易放松 肌肉群自己都有感觉 才做10分钟就马上有感觉 那后来后面就当然就疏通 他的用阿育肺头的疗法来做一个疏通 那之后第二次 我们会我们会有一个居家的一个部分 就请他回家可能就要多练这样子的一个呼吸 那他就发现说 他的一个情绪面压力层 不管是科业来还是工作来 他都不会担心 有些人是怕自己表现不好 或是他有一些焦躁的 很隐藏的这个部分 他觉得比较放松 那同时就是有些是有惊痛的问题 他也很快就可以改善 对那包含说 像我刚刚举的其中一个例子 他那时候来说 他刚好去打了一个 因为他觉得自己异常的一直变胖 所以他听了一个 就是脑神经内科医生 可能给他一些建议 就是可以打一些针剂 让他的食欲不要那么大 但是他就是一直很恶心想吐 然后已经很多天了 那时候我们只是在做 那个书上面讲一些动态的律动 带领他去活动 让你的 因为我们在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的气脉也在通 刚刚讲一直在讲排毒 那有时候是透过静态 有时候要透过动态 那其实也是没有很久 大概十几分钟 他发现好奇怪 刚刚一直想 因为那时候来的时候 都还有吐一些东西 那他就发现那个反胃的迹象 整个就降下来了 然后他觉得非常神奇 然后身体的状态也变得很放松 甚至是有点想要睡觉的感觉 他说已经三四天没有办法这样子 对那中间我们还有导引到 就是可能一些家庭关系的疗愈 因为童年有些创伤 对这些都是很好的 是都需要一段时间吗 还是当下一次就能够有这些反应 也是因人 但是我刚刚讲那个呼吸法 是当下他就有感觉 马上就有感觉说 怎么这么特别 那甚至有些人 他可能已经晕眩了很多 很久的时间 然后头有胀痛 他只做这样的呼吸法 他立刻就说 已经好了 他们觉得 怎么都不用吃任何止痛药 对 那什么状况需要长时间的调整 比方说有些人他可能已经长期是 他的刚刚讲一直在讲 孔道必须要畅通 对 他的身体已经有很多的组织了 他已经在身体上面产生某些症状 比方哇有的地方 关节的地方 或是某些肌肉群特别的肿 那他这时候 他的动脉跟静脉的回流已经速度变慢 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他可能要持续的做一段时间 有的是用按摩的方式 有的是用呼吸的方式 他每天必须要 还有我们会请他们就用鼻壶 阿异肺痛很强调就是鼻壶的一个进化 他是有点像茶壶肠的 对 然后加一点温的盐水跟一些进化的一些药草的原液 然后我们就是每天早晚 可以一天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透过鼻壶来做一个鼻腔的进化 他对于一些容易有耳鸣 或是说有些人可能有鼻痘发炎的问题 黏疫比较多 那在透过这个进化当中 他会发现可能一段时间 他的某些所谓的藏污纳垢这种就会排出来 因为我们的鼻腔跟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神经 是相连结的 对那他有发现在这样的一段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现他自己本身的思维回路也会开始被改变 也就是容易以前容易疲劳容易沮丧 容易陷入所谓的一个焦躁 然后是容易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他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发现已经不一样 比较正向积极 连他周围的人都有感觉 对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刚刚讲到一些我们内在器官的一些孔道 如果堵塞就会有一些身体异常 那老师你个人是怎么观察 还是说有实际的科学仪器可以去检测 有我们其实有一些仪器检测 是可以测你的气场 你的脉轮跟你的经脉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我们在临床上面有很多的判读 所以我其实下一本书正在桌球 就是要写如何去判断 给更多的一些也在做这样相关的健康产业的人 也许可以帮助他们在做资商的时候 或是说在做导印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判别 就更高阶的运用就对 对对对没错 包含你的身体的一个位置 他是在某些点特别凹或是某些点特别凸 甚至他的一个色泽都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状态 对 好那个老师最后讲一下你的这个场域 有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就是钙亚天堂 对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叫钙亚 就是所谓大地之母 它有一个源源不绝的一个丰沛的力量 那那个天堂的糖 我们是用秋海糖的糖 是木字旁的 就是我们有结合很多的一些草药的运用 芳疗的运用 还有一些呼吸静心的一些课程 还有包含心灵的一个疗愈 那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花布的疗法 只要跟这种帮助 就无毒无侵入性这种 帮助人能够回归健康的 我们都在做 对那还有包含就是一些课程的资商 还有规划心灵课程 跟我们的教学工作都有 对 我们怎么来判断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协助 因为过去传统医学 我们都知道有症状 我们会去看病 可是这所谓的比较功能或预防的这个部分 有时候很难去判断当下的状况 对 其实我预防是剩余治疗的 对 那有一次在这个疫情时代 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对抗 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 对 那这时候就更是我们需要回归自己 我们可以去看到 我们到底饮食每天是吃的 对不对 那我到底是什么样类型的身形呢 也许你需要这样子的更精准的能够来协助你去探讨 那再来就是说包含说你可能特别每天浓郁疲劳 或者说我觉得我以为我OK 可是我发现哪边还是有阴影的不舒服 这都代表也许你身体已经有一些讯号 只是我们能不能够看 就是意识到 还有包含其实我们在走在预防医学的一个概念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也是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医生 他们就发现他们在 他们常常在跟我们 也是在跟我们分享交流说 其实我们以为的健康检查 它的数据我们是在看一个论据 但是其实在这个论据当中 你看起来已经是绿灯 但其实它还隐藏了你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征兆 对 所以这些都我们 不要就只是在相信我们以为 其实有时候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对 那尤其是有些数据 它的论据也太大 可能零到四千都是正常的 那但是在哪一个比较比重 偏在哪一个位置 其实也代表你身体正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样叫伪健康 对 看起来很健康 其实是有一些讯号 对 对 所以我们这个现代医学 只能用一个很大的范围去框架 对 就是你是正常 或者是你是有症状 对 因为像其实很多身体的方向 其实你可以从某些的一个状态都能够呈现一些端倪 阿玉废陀医学也是一样 它就是很强调的就是在所谓的形体的诊断学上面 对 好 那如果说外线是不方便到现场 其实你的粉丝业提供很多专业的资讯 老师要不要讲一下你粉丝业都提供哪些发文 我们会比方说有一些不同的节气 或是说现在正是什么样大环境的一个发生 我们会有一些相对应 可能在这个时节上你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可以看我们的那个粉丝专业 我们都有一些讯息 然后还有过去有一些部落格 都讲一些养生的这些文章 对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些线上课程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作者薛仲林博士 为我们介绍他新术阿玉废陀实证医学 博士自顾出版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